钱是人家一拳一拳挣的 有什么不可以 邹世明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一次不是因为综艺 而是他自己的比赛 WBO拳王位免战 刘为了准备这次比赛 邹世明进行了两个月的封闭式训练 他的挑战者是来自日本的牟村祥 第一次知道邹世明的是他的教练张传良 这也是邹世明进入职业拳坛以后 第一次不在教练罗奇的指导下进行比赛 邹世明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这一次是日本选手来挑战 如果他不赢 一来是很难看 二来对于邹世明的市场影响力 也有着很大的打击 这一次比赛的调子起得很高 比如说以1000万人民币 打破了中国拳手的出场费记录 请来了林俊杰进行现场演唱主题曲 邹世明的公司还签约了一批新人 如果这一次输了对于公司也不利 可以说邹世明已经没有输的选择了 所以邹世明进行了两个月的封闭训练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 这也是邹世明职业生涯的首次未免战 更让大家关注的是关于邹世明这次出场费 将超过1000万 成为了中国职业拳手出场的新高 邹世明的商业价值在国内还是很大的 赛事的招商也很成功 早早就有了品牌赞助 存在集合里 邹世明是中国第一个奥运会的拳击冠军 他连续拿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 也是第二个拿到世界拳王金腰带的中国人 作为职业拳手 他的影响力和实力都在 再加上这两年的高曝光度 以及背后的商业运营极其成功 邹世明的出场费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之前他的出场费就是400万 再加上这次他对战的选手 是日本拳王 在人气上肯定是有保证的 大赛的门票销售很快 而且这一次的直播销售也肯定会十分受欢迎 运动员本身就是一项对身体消耗很大的职业 在有一次电视节目里 轩轩把蛋糕泡到了水里 不想吃了 然盈盈就叫他吃掉 然后问他 钱是哪里来的 钱是爸爸一拳一拳打出来的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邹世明的出场费再高 也是他一拳一拳打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